我是股生土壤上的上海人 然后因为这次上海出现这样的疫情 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 家里有事儿 我就必须得出去 去把我们中国的抗疫经验 跟他们线上分享 我当时觉得特别骄傲 我妈都说上海是她第二个家 五四青年节之际 中国新闻网举办东西问 中外青年对话节目 协同全球百家华文媒体 邀请多位奋战在上海 抗击疫情第一线 热心公益的中外青年 分享他们在抗疫中的故事 展现当代青年榜样的力量 加油 加油 给他们剪头发 其实并不累 累的是等他们来剪头发 我去门口等你们吧 一开始是我帮我自己孩子 太长了头发在门口剪 剪完其他小朋友 看到了也要剪 那我就顺手一起剪了 剪到后来就是大人老人 就从30岁到70岁的我都剪了 就这两天应该剪了有五六十位了 应该 在出门的时候 我大儿子跟我说了一句 爸爸你不要感染病毒 他说爸爸我给你写一张纸条 大概内容就是说上海生病了 他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帮助去康复 我爸爸去做医生了 他要拯救上海 然后希望我爸爸不要感染病毒 等等等等 我后来跟他说 我说爸爸既不是医生 也拯救不了上海 但是爸爸只是做一些力索的事情 我们需要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双手去帮助他 因为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乡 因为很多年轻人呢 他们是可以用软件去抢菜啊 或者是团购 但是很多老人有可能就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是我们去 也是能够去帮到需要帮助那些人 包括给到医院的一些 就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这样的帮助 那么我们就第一时间去连接中国的传染疾病专家 包括张文宏医生 还有其他几位院士 去连线意大利的和其他国家的商会会长 包括意大利的卫生部 去把我们中国的抗疫经验跟他们线上分享 我当时觉得特别骄傲 因为我们这边小区有一些外国居民 然后有时候跟他们沟通 不是特别方便 那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带了个帽子 然后带了个口罩 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没看得出来 我是外国人 然后反正他们就还欢迎我们到志愿者 后来我脱了帽子 然后说外国人也可以吗 他说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太好了 我就开始帮我们这边的所有人 就是外国人 上海人 外籍人 都帮他们 他们也觉得我这样做也是对的 也是挺好的 这样可以帮到更多人 而且我父母他们来过中国好几次 他们也特别喜欢这里 我妈都说上海是她第二个家 从我们自己的时间和能力 去做一些我们能够帮助到社会变得更好 让边上的人变得更好的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做公益事业 做有意义的事情 会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更有意义 也更有动力 我觉得 就是真的是 一个青年的选择 可以就是 可以盯累你的一生 必须要有必胜的信念 和给大家 给所有生命的所有人带来的希望 就是一定要有 同时我想给下一代做好榜样 因为他们是将来的青年 他们成长起来 就是将来最有力量一代的青年 我们所有站出来说的话 所有做的事情 哪怕只是一件非常看似微不足道的事 但是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 一定会种下一颗向善和积极向上的种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